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買定離手 會和大家看看 6月3日的菊草野馬賽事 講今期的深水之前 都要回顧上一期 5月31日 5月最後一個沙田賽事的成績 當日買到頭場的 選了4隻馬 1號的超霸無敵 2號的暴風俠 4號的萬志恩 和12號的金錢炮 看看賽果 其實選到這4隻馬 頭4名都沒有拍攝 上一期的深水 4隻都沒有拍攝 最近那方面成績 也不算太好 看看今期的菊草野賽事 可不可以幫我取面 先講一下今期的賽事 會選到第8場 3班1650米 其實這一組裡 都有些馬值得大家留意 進口再講 和大家繼續用學生除法 逐隻逐隻講 首先 先講到1號的熱血鬥士 其實最近都見到 他在今季成績方面都不錯 加到80分 到底還有沒有得上 待會再和大家講多些 暫時就留起他 作數下去 就是2號的南莊家寶 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過他 有些少的挑剔之處 雖然他今季來說 絕對是用得不多 其實只是跑過3次 如果說他離上一次出賽的時候 其實都差不多休息了3個多月 為甚麼休息這麼久呢 因為他在2月中 曾經有課試雜 試完之後流鼻血 流鼻血之後 都差不多休息了1個月 才在松化那邊復操 復操之後 由4月中回到香港 然後休息了1個月 又差不多5月中 才在香港那裏試貨集 其實試了貨千元 來這集其實都OK的 其實走勢 雖然來說 見到石碼全程都在後面跟跑 但是見到過了終點之後 遇世非常之好 其實在過完終點之後 已經走上去 拍著一隻時時精彩一齊回來 所以其實都不錯的 那些試雜走勢 不過有些擔心之處 就是因為現在的評分 其實他現在75分 今場的負磅 背著128磅 其實要猜的 本身這隻馬 其實還在上季 還是健康的時候 其實一背這麼重的磅 都是沒有的 所以就會有點擔心 還有這隻藍莊家寶 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少少跌磅 排位體重 所以其實都會害怕 既然這麼多東西猜 不如就不要要它了 看看今次跑成怎樣 看看下次會不會再要 今次就交叉了去 下一隻就數到3號的1號成名 其實他跟一隻熱血鬥士一樣 都是今季贏了4場 不過就覺得這隻1號成名 開始差不多到頂了 因為其實他就反彈上來3班 最近兩場賽事 其實看來沒有什麼跑錯 但是表現方面都比較失望 只是可以跑第二、第三 其實都全程沒有什麼跑錯 但是最後硬是鬥輸 其實反映到現在的評分差不多摸頂了 看回前一場賽事 其實他抽到9檔起步 全程都迫著是流後了 雖然每段都爆上來 可以追到第二 其實那個輸馬距離 超過一個馬位 都沒有什麼太大威脅 還有上一場 其實當他抽回好檔 本身賽前 預計會挺好跑的 但是最後跑落又是失望 一來時間方面 不是太強之餘 還要鬥輸給幸福老窩 和綠色湧進 這兩隻馬 其後再出都沒有表現 上一次輸給一些比較弱的對手 比較失望一點 來到今次 其實檔又差回 抽回11檔 我自己估計 其實他會在早段的時候 留後一點 甚至縮到最後都不出奇 所以其實越縮得後 難度就越高 如果熱門的話 那就不如不要再要了 所以就靠殺了他 下一隻就是4號的轉期 首先賺一下他 因為今季都有一些新的嘗試 就是轉跑過不同的路程 而且也成功讓他在三班 贏過一場田草千四 還要放頭贏 以一隻七歲馬來計 已經是很大的突破 不過今次就要挑剔他 因為其實最近都看到他 集中跑回谷草一里 問題方面 其實也不關一隻馬的事 他不幸運 經常抽到一些不漂亮的檔 今次其實檔都不好 十檔 所以見到這隻馬最近 跑回1400、1650的時候 其實在早段的時候 都會叫做跟在前面走 稍微有些改變了跑法 所以其實現在他來到評分70分 老老實實真的沒有什麼分在手 再加上如果抽到外檔的話 就要蝕著來跑 所以現在這個評分 給他試多半步都不行 或者等他下一次再出的時候 抽到一個好檔才再考慮 今次外檔很難跑的 所以都要靠殺了他 下一隻就是5號的紅粉彩影 看到上一場也有個跑第二 今次換了人 都會有些機會 待會再說 暫時就留起他 再數下去6號的噴火龍 看看今季 其實他不差的表現 跑過11次 但是未贏到 不過評分那方面 就不太減到 原因就是因為他經常都可以跑得近 但是就是叫做 最簡單的狂轉的路程 又過去田草1200、1400 谷草1200、1650 其實全部都是他叫做 贏過或者上過名的路程 但是都沒有什麼跑錯之下 只可以跑近 反映到這匹馬 其實現在的評分 競爭力方面 不算太大 雖然其實隻馬都保持得不錯 但是評分實在太高 相信只要等減分就可以了 目前評分不算太有利 所以就要靠殺了他 再數下去就是7號的歡樂小子 其實來到今年9歲 在4班贏了一場 都成績算不錯 上來3班之後 明顯看到 跟他對比4班的時候 飄忽了很多 還有谷草1里的話 其實當他在以前5歲的時候 就fit的時候 曾經贏過 不過之後 因為有些跳影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來谷草跑 不過就今季 見到他第一次 下來4班跑的時候 都試過過來跑發芋谷 但是都不行 即是給不到新鮮那隻馬 最近方面 稍微有些走勢 都是在田草 或者等他減分 去4班的時候 會好些 現在真的沒有什麼競爭力 所以都要靠殺了他 下一隻就是8號的神州寶區 這隻上季開始服役 至到現在 其實出賽14次 只有一個第二名 當時就是轉倉之前 排了一檔 跟前可以頂到第二 跑得不錯 不過之後 可能操練方面 有些阻滯 一月尾跑完之後 就休息到4月底 轉倉之後 才再復出 最近那兩場走勢 其實都見到 轉了比蘇惟賢之後 早段其實都不夠快 擺不到前 失去了過往的前速 雖然今次是有內蕩 但是都擔心他在早段的時候 走不了 所以其實隻馬 都會怕有些內在問題 暫時來說 還未能養得回 看看這些馬 經歷過一個暑假之後 看看夏季會不會好些 所以 今場都很難去期望他 靠插了他 再說下去 就是9號的發財複星 大家如果有看我youtube channel 都有印象之前 拍回帶康瑪都大讚過這隻發財複星 既然都讚過他上場 夜馬水準高 今場都留起他先 下一個10號的永益線 今次第一次升上山班跑 我自己看來 他背著輕綁 找到田泰安利騎 都有些少許機會在 所以都留起他先 最後一隻 就是11號的雷工作 這隻就上場來說 比較失望 因為本身 都見到他 由上一次的賽事 回來自己的手盤路程 壓谷草一里 都不太好跑 因為其實他 上次三檔起步 估計的時候 很容易貼到欄放 結果都真的做到 全程貼了欄放在前 但是 最後很明顯 就真的力弱 所以見到 在最後完全沒有跑錯之下 跑第四 過輸馬距離 都要是兩個馬位 反映 現在雷工作在三班 能力方面不太足 這些聖載跑法夠主動的馬 一落四班 就可以留意 所以今次都先靠去 好 現在見到 只剩下四隻馬 分別有 1號的熱血鬥士 5號的紅粉彩影 9號的發財複星 以及10號的永益線 當中 10號的永益線 順心不算太大 拿這隻來做邊線配腳線 其實 今次第一次升上三班 從來沒有過任何證明 其實本身也是今季 整體表現來說 他在四班 不算特別超班 博得多 不過 這隻馬 勝在是一匹健康 兼且耿薄的馬 今場重配田泰鞍 過往夾過一次 可以跑第三名 發揮方面也算不錯 好 埋門方面 在1號的早上 田泰鞍都親自操過這匹馬 有貨草地的單跳 時間方面也不錯 53秒8 從來未跑過三班 自己也有些少古技 要猜 但始終 看得出的東西 就是最近一隻馬 都蠻健康的 看看今場 背著輕磅 115磅 那麼輕磅 看看會不會有機 所以拿它來做邊線配腳 另外那三隻 比較重心一點的順轉號碼 先說排名不分先後 1號的熱血鬥士 這麼貴贏了4場 評分 上到80分 其實都要想 究竟它盡美 我今場選了 就自然覺得 它還有一點空間 其實看回上一場 我覺得表現 不算太差 因為上一次出賽的時候 背著133磅 頂磅 都可以跑得不錯 最後追射不錯 每段時間都做22秒96 追回不少 但今次可以給它多次機會 因為今次的檔是好 一檔起步 我自己預計 它的組段時的走位 會跟前一點 如果可以搜到波泄位 就會更加好跑 所以希望今場的一檔 可以省著跑 可以克服得到133頂磅 所以要選它 順轉號碼再數下去 就是下一隻5號的紅粉彩影 看到今季轉了倉比偉達之後 其實都搞過一輪 要去到評分 落到58分 評分身低的時候 才可以贏到 在四班 但贏完之後 上來三班 跑同城的賽事 都頂穩定 先說 前一場的賽事 找到莫雷拉去騎 就有點博失了 跑第四 輸馬距離很近 然後上一場 找到陳佳熙去騎 又綁減 也可以跑第二回來 其實就輸半個馬位 比何明年那筆助騎 超脆 今次紅粉彩影 就找到賀銘連尼波殺 都要看看 最近 即是今場 雖然要背著重點的磅 120磅 但起碼就有個二檔 可以省多點位置 以及如果保持到狀態 今場換到一個 騎後勁更加好的騎士 三甲的位置 都一定要遇到這隻 紅粉彩影 最後 其實都叫做 今場首選 9號的發財複星 先說他上一場 跑四班 勝馬的時候 其實真的十分出色 那一場賽後 我也有拍回帶 呼馬大讚過這筆馬 其實就說回 上場怎麼跑 單騎領放之下 頭兩段 放快了 超過八線 最後回到 贏馬距離 都是超過一個馬位 快段速 都可以讓他放到底 反映到這隻馬 其實有班底 有分在手 所以今次升班 揹著輕磅 我估計潘頓 可能超兩磅 都是119磅 都可以讓得起 甚至乎 如果要120磅 都可以 這次 不會說這隻馬 沒有那麼輕磅 會沒有優勢 因為始終都是一隻 側身不斷進步的馬 上場已經證明到 他真的有很多分在手 今次優勢還有 三檔起步 非常好跑 小優大約一個月後再出 回舊器絕對有權 升班都可以打搭好 所以就一定要要 總括來說 第八場的31650米 選到四隻馬 順當把說 1號的熱血鬥士 5號的紅粉採影 9號的發財複升 以及10號的永益線 當中 10號永益線 升班沒有證明 拿來做邊線配腳 同樣照舊 將四隻馬互穿 買回正Q位置 今次買定離手 先說到這裏 下一次的賽前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